感谢我这该死的理智 没有把我的泡面锅也送出去 我也没想到啊 这太平盛世我们能饿成这样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在上海封了将近20天的大陆女生柠檬 我好后悔前面十几天可以叫外卖的时候 没有多叫一点吃的 导致我们现在可以叫外卖 但是根本没有骑手去接单 前面十几天反复的核酸检测 还有可以叫外卖 这种不完全封禁的行为 让我觉得这次疫情没有很严重的那种错觉 仿佛只要我是阴性 我第二天就能出去一样 直到发现小区里面到处都是红色的确诊小棚子 然后我就开始慌了 3月29号那天我叫已经暂时解封了的朋友 帮我们去超市买了一些干粮 尽管朋友帮我们买了很多 然后社区也有发蔬菜大米和酸奶 但是不知道是我心理上的问题还是生理上的问题 越是这种封禁的时候我越觉得自己好饿 于是在这种饿了吃吃饿我又饿了的循环中 我们把东西都吃光了 朋友买的也吃光了 社区发的也吃光了 哦还剩一包大米没有猜 因为前面我们抱着还有两个月就要回台湾的理念 然后就把电饭包给送人了 感谢我这该死的礼制 没有把我的泡面锅也送出去 我也没想到啊这太平盛世我们能饿成这样 吐槽完这些想说好吧 反正疯者也是疯者 那不如来回顾一下我们结婚取证的历程吧 记录一下然后顺便帮助有需要的朋友们 做好笔记哦 先回顾一下阿杰回去台湾的历程 他是在9月12号回去台湾 然后进行了14天的隔离 还有加7天的自主管理隔离 一共是21天隔离期 那他出来之后就是先去办理了台湾需要的证件 他首先拿身份证 还有自己的印章 去护证所开取了他们的护级腾本 开完护级腾本五天之内要去法院去申请 切结书还有单身证明 他需要准备的材料呢有这些 那办完之后这两个证明都是一室五份 两份证本会给到台湾方手上 然后一份法院留存 其余的两份会由台湾法院通过海基会寄去给大陆方的省公证协会 这边的话历时需要一个月 那办好的公证书它是有时效性的 是一般是三个月 就是说之后的三个月以内 必须带着证本去我的省公证协会去核对这一份文件 那在这边提醒一下台湾那边办理流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日期还有身份证 还有那些细节方面的核对 因为只要错一个 你的所有流程都是白跑 那这边的话我们大概是在2021年的11月中旬 然后我打了我们的省公证协会的电话 询问他我们的公证书有没有到 那他这边回答的是我们的公证书是已经到了 那这边的话我放一个电话表 是大陆各省区的一个公证协会的电话 有不懂的可以在上面打电话过去问 处在疫情的情况下 所以任何的核对资料或者要去办理的一些事物 都要需要提前预约 那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呢 工作人员有跟我核对我的文本信息 他是有一个核对码的 他需要你报对那个码 他才查询得到他是否到达了 所以这个电话一定要打 你不仅要打电话去省公证协会查询你的公证书有没有到 你还要打电话去给省设外婚姻登记处去预约你们登记的时间 需要特别著名的一点是台湾方入境之后解除隔离的一个证明 这一个证明无论你是在哪个酒店隔离 你都不要扔掉 因为如果你要办理结婚的话 各个省市可能都要用到这一个证明 毕竟现在是疫情期间 所有资料还是保留的为好 那时间来到了2021年的12月中旬 我们即将从我的家乡赣州去到江西省南昌 就是我们的省会城市 在出发之前呢我们有准备这些材料 这边提前告知一下需要办理的小伙伴们 你们最好是提前拍好结婚证 立刻在那边拍结婚证是有一点点 也不是不太行 就是没有那么好看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解除隔离证明 和你的48小时内的核酸记录 那带着这些资料 我们就从赣州出发去南昌了 我们下了高铁之后直奔的就是省公正协会 拿着阿杰带来的单身证明 还有切结书的证本去那边核对 核对完之后 然后他给我们开了一张证明 证明这一个核对的结果是对的 然后我们就带着已经核对好了 去了省社外婚姻登记处 那在这边耗时大概20分钟 我们就已经领完证结完婚 当时领完证结完婚之后 我人是蒙的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并没有 那我们结完婚领完证之后呢 我们又去把我们的结婚证书做公正 公正完之后会有公正处 寄往台湾海集会 那我们这边去的第二个公正处 并不是我们第一个核对的那个公正处 结完婚之后那个设备 婚姻登记处就会给我们一个地址 那在这边你只要把资料都给到他们的话 他会自己帮你去做公正 这边最后我们只要交一个公正费 500块以内就可以了 好那由结婚证公正处 寄出我们的公正书开始 我们就在大陆这边的资料就差不多已经弄完了 那在过年回家的时候呢 我又去办理了我的无犯罪公正书 这边的无犯罪记录公正是只有三个月 所以呢这个大陆方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呢 是接近自己要去台湾的时候办事最好的 因为他的时效是非常短的 好那我们办完了我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呢 这边的话我们就回到上海了 回到上海之后 我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需要两个礼拜的时间做公正 等待他到来的同时 我们填写了入台申请书的资料 那这边的话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吧 人民在台湾地区居留或定居申请书 大陆地区配偶申请在台一一亲居留资料表 大陆地区人民申请来台面谈 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 大陆地区人民专用保证书 台湾地区人民申请大陆地区配偶来台团据资料表 还有一份委托书 那这边的话我们把该填的都填一填 之后就是委托我们在台的家人帮我们办理 那现在我们的流程就卡在 我要把我的资料寄回台湾 然后让我们的台湾的家人帮我申请入台证 就卡在了这个疫情 我出不去 之后再给大家说我们后续的流程吧 那今天就这样咯 拜拜 外面有人在哭 我也不知道他在哭什么 好像是一个大老爷们的声音 啊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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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